时隔两年的苹果季黄 他们的使用体验差距到底多大 下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一性能流畅度 现在看一下毛豆宝分 相差了将近20% 再来养下鱼 水里鱼更多 手机的cpu就更好 它们的极限分别是2500多和2700多 还有这个独蘑菇测试gpu 很明显右边的更加流畅 左边的飞转卡 然后测试软件价速度 你会说转眼霜 我们都会 flame eliminated 一 dying 那堿的能量 再 nas冷 前一天 它手机还可以 鱼不是 这是那场? 还有 свобод得了 你们 Veguai Haruki 我们一起看到 呵呵呵呵呵呵呵 持续架子速度 我去 然后同时运行24个软件 稍微台的都只有四个表现都很不错 二相机对比 首先右边的15pm 多了一个5倍镜拍远处的能力更强 而且它是4800像素拍照更清晰 录视频的话感觉差不多 但晚上的效果右边明显更好 三电池续航 他们的电池都是百分百 把所有设置调成一致 播放视频两个小时 左边的是三破麦斯 略微胜出 然后顺便测一下 开机速度 wifi速度 最后这两款机型有将近3000块的差价 所以你是选更丝滑的15破麦斯 还是根据性价比的13破麦斯呢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